朋友们好 打听到了一些消息吧 跟大伙分享一下 先从亚历山大杜金聊起 这个频道提亚历山大杜金应该是第三次 第一次呢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亚历山大杜金的坐驾被乌克兰特工袭击 然后呢亚历山大杜金没被炸死 但是他的女儿被炸死了那次 那么亚历山大杜金这个人在俄罗斯 他的身份就相当于鹅板张维为金灿荣 乃至周小平吧 就是一个国师级的大喇叭肉喇叭 这次来中国回去之后 他发了一条推文 说我刚从中国回来 这次旅行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一个伟大的文明已经准备好与西方进行决战 如果我们在未来几年内不解放乌克兰 我们就没有机会成为真正的世界第一 中国是一种宏伟的东西 我们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政党 一个像他这样的政权 一种像他们这样的意志 一种像他们这样的文化 他们真的很棒 从这一段话的表述里边 首先就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已经准备好与西方进行对决 那么亚历山大杜金来中国之后 什么商务部外交部国安部国防部等等 他是转了一圈到处去参观交流 所以他能够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要么是又像张维为那种纯粹吹牛逼 是吧 要么就真是知道了一些内部的消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咱们有必要分享一下的 因为从我的一个角度来看 或者一个直觉来看 大概率就是闭关锁国这件事已经确定了 具体怎样与西方进行决战 这个听着有点像笑话是吧 那么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CPTPP 这个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组织 已经正式通知中国 不接受中国的加入 首先一个呢 是这个组织啊 类似于WTO吧 他加入的要求啊 是比较严格的 那么拒绝中国的加入 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呢 是加入的国家必须符合政治 是经济法律方面的要求 中国存在很大的差异 第二个是 中国与世界贸易的关系并不紧密 并且呢 有历史上的污点 不能遵守协定的规则和标准 第三个是 世界贸易组织之间的谈判和磋商 是一个长期过程 中国在贸易问题上 不善于通过谈判协商 解决问题 善于用行政手段 贿赂 是吧 这个也都是在说 大国的前科 那么这个CPTTP呢 在未来啊 将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 政治与经济贸易结合的一个组织 会比之前的WTO更上一个层级 那么拒绝了中国的加入之后呢 首先一个是让中国的外贸越来越萎缩 让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 或者与国际的贸易关系吧 彻底的失去了联系 回到改革开放之前 另外一个就是带来的相关的损失吧 比如说投资啊 这些外商啊 外企啊等等 都会离中国越来越远 在你这生产的东西没有免税 反而会增加税收 然后呢 你跟国际贸易组织完全脱节 搞闭关锁国这一套 所以这是一个 算至暗时刻 或者算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刻稻草 你怎么说都都可以 是吧 谁让你之前做了那么多缺德事呢 当然中国的官方说法是 即使不加入这个CPTTP组织 我们还可以跟以前的那些WTO框架之下的贸易合作伙伴们 一起玩耍 但是咱们知道啊 这个贸易组织 它成立之初是老川看的 川普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个组织呢 不就是因为WTO这个框架之下有很多个 不仅仅是中国不遵守规矩的是吧 不遵守贸易协定的 然后老川不想跟你玩了 所以才成立了这么个组织 那么什么时候 美国带头或者美欧带头 就是我们正式宣布完全退出WTO 那你WTO不就名存实亡了吗 你还跟中东的玩 跟非洲的玩 跟亚非拉人民玩 那不就又玩成了你的一带一路了吗 是吧 就像网上有人编的这一个段子似的 人家为骂放着现成的WTO 不用另起炉灶成立一个CPTTP啊 你们心里没点B数吗 还舔着个B脸想要加入 知不知道什么叫自讨没趣 自取其辱 最初加入WTO 人家允许你们先上车后补票 结果人家发现上来个无赖 不但不补票 而且在占尽便宜 想尽好处之后 还要想着抢线路 当司机指明方向 这次人家学聪明了 设定了你根本做不到的 先买票后上车的框框 不跟你玩了 看你还怎么耍赖 其实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是吧 那么你说他算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现在都没法说 就算是一个消息吧 那么关于广东阳春 13岁学生遭同学殴打之后 经过第四次脑死亡判决 家属才决定捐献器官的这个事 我这大概打听了一点点的消息 学校这边的通知 和当地教育局的通知是 被打的这个孩子 是在12月4日上午 跟其他两个同学 发生了口角进耳 进行了斗殴 那么其中一个同学 拿了哨把的霸 敲打了这位廖某某的后脑 然后又用拳脚打了几下 之后呢 就发现这个孩子抽了 有抽搐 送到了医院 当时直接送到的医院是阳孙市人民医院 那么出诊记录上写着是 廖某某有脑膳脑出血的体征 并且伴随着有部分的肿大冲血 直接转院到了广州的珠江医院 那么到珠江医院的时候是12月6号 也就是这份教育局发通告的日子 那么到了广州珠江医院之后呢 怎么就被通知了四次的脑死亡呢 其实你看从12月6号进入广州的珠江医院 一直到1月31号 家属同意捐献器官 这中间我打听到了一点点的 你就当故事吧 支离破碎 你谁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确定 就是大家的一个传说 我大概知道一点 我大概知道一点 那么也就是这么回事的 在12月6号啊 就是当天下午 广州珠江医院的主治医师 就给孩子的父亲下达了 已经确诊是植物人的通知书 并且宣称随时可能脑死亡 在这个同时 就是第一次宣布脑死亡之后 就跟家属提出了器官捐献的建议 当时医生给的一个理由或者建议是 你这个孩子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 抢救好回来了也是个植物人 是吧 而且呢 在ICU一天有一万多将近两万块钱的费用 你现在坚持抢救 也是人才两空 就用这个理由嘛 劝孩子的父亲放弃治疗 同意器官捐献 当然孩子的父亲是没同 死活不同意的啊 一个呢 是孩子刚刚被打 被活活打成这样 另外是那几个施暴的凶手 现在还没有被法办 这是刚刚入院的时候 第二个呢 咱们都能理解那种心情吧 是吧 咱们为人父母的 咱换位思考 遭遇这种事 即使孩子已经是个植物人了 已经确诊就是个植物人了 我也会相信还会有奇迹的发生 或者我还想再尝试一下 是吧 因为经常看见那种传说级的故事 说是一个植物人多少多少年之后 突然之间就醒了 是吧 那么另外钱这个方面呢 你别说一天几万 我就是倾家荡产啊 甚至在台高筑 我去借钱 哪怕去卖个肾 是吧 我也不会因为钱而放弃治疗 自己的亲生儿女 对吧 就算你这插着管就在那躺着 我也得想办法 最起码在我的经济能力的范围之内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所以孩子到医院的第二天 你就跟孩子的父亲聊这个 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 或者非常没人性的一件事 是吧 又过了十几天嘛 这个医生又找到了孩子的父亲 这是第二次 这次没有说植物人的事了 是直接下达了脑死亡的诊断通知书 同时呢 不顾这个孩子父母啊 抱头痛哭 或者那种悲伤的情绪 又一次提出了器官捐献的建议 之后呢 这也是一个传说 说是被这对父母缠着啊 就问说脑死亡和植物人之间 到底有多大的差异 这个医生呢 一直支支吾吾 没什么具体的回答 到最后给父母的一个回答 就是脑死亡之后的人 就彻底没有恢复的这个机会了啊 跟植物人就不一样 植物人还有恢复的机会 但是这具尸体会不会就是腐烂啊 就死亡了 插着管就没用了呢 这个倒不会 这个倒不会 所以这个是可以存疑的一个地方啊 那么也是这对夫妻到最后 说是我坚持啊 就算胜具身体躯壳 我也要插着管留着 是吧 我要看着他啊 死活不能接受孩子死亡这件事 那么再之后又过了大概两 两周左右吧 到了医院中旬了嘛 这个孩子的父母通过多方的打听 和医院其他的患者家属交流啊 就听说啊 有一些医院是有专门用于维护这一类的 就是植物人的生命体征的这种设备 而且呢 价格又比ICU要便宜很多 这一次呢 是夫妻俩主动找到的医院 找到医院干嘛呢 就是说一下我们要转院啊 听说有某某医院是可以降低费用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 这位医生是找到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啊 言辞拒绝 同时呢 再次跟父母去讲述脑死亡患者啊 需要放弃治疗的好处啊 不过在这个同时又转变了一个口风 在又一次提起器官捐献的同时呢 哎 终于提出了 说是最近啊 有一些利好的政策 或者上边在推动这个政策 这个政策是什么呢 就是啊 器官捐献者可以拿到一定的补偿 经济性的补偿 而且呢 这个补偿的数额还不小啊 可能最起码的你住了一个多月 将近两个月的ICU这个钱 能给你报销个一半 甚至都给你报销 我估计不可能 报销个一半还差不多 是吧 那具体的金额这个玩意儿没点问题 所以呢 这一次这个医生这么提 应该是你看这父母已经终于关心钱的问题了 ICU住不起了吗 所以提了这么一个很难拒绝的 建议吧 那么这次医生提出的建议呢 就这对父母就没有那么像之前那两次那样啊 直接拒绝 而是表示回去跟家人啊 长辈商量商量 是吧 毕竟是养了十几年的亲生儿子 另外一个这孩子到今那一天啊 已经是被打成植物人两个月了快 一个多月了吗 当地的公安机关 什么时候问 就是以设案人员是未成年人为理由 拒绝跟家属透露任何案件的进展 甚至这个人抓没抓 现在怎么样了 不跟你说 媒体采访他也是 一问三不知 无可奉告 学校这边呢 更缺德 什么时候这对父母去找学校 说是咱们来协商啊 你们这边想要怎么解决啊 学校这边就一句话啊 此案已经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啊 无可奉告 别找我 跟我没关系 就这个态度 所以坚持了这个快两个月了啊 这对父母也是应该是还有你看奔波在医院公安局学校教育局啊 然后每天都在求告无门啊 上子之痛啊 以及经济压力几个层级的摧残和纠结之中 是吧 精神呢也比较崩溃 然后听说了医院有这么一个好像还能够挽回一点损失啊 这么一个建议吧 最后呢 在1月30号的上午这位孩子的父亲独自一个人啊 去找到医院的医生表示自己同意这个器官捐献 第二天上午广州珠江医院在第四次正式下达脑死亡确诊通知书的同时 还邀请来了当地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到现场确认啊 确认的是啥呀 应该就是跟医生一起确认一下这名13岁男孩各项身体指征 是吧 检查一下 都挺合格 心啊 肝啊 肺子啊 肾啊 眼角膜啊 都没事 是吧 就脑死亡了 然后呢 啊 填写了一个器官捐献同意书交给这位孩子的父亲签字 再之后才是大家看到的 说是啊 在抖音上啊 还做了一个正面的宣传 这个宣传就太没人性了 你说以前突然倒地脑死亡啊 被车撞了脑死亡啊 骑个自行车摔一下脑死亡 咱们好歹啊 还能够从几个侧面去理解 说哎呀 毕竟是个事故 这这位呢 这是人打死的呀 是吧 他是一个被人谋杀的孩子啊 他是一个 这具尸体吧 咱都别说他活的死的了 这具尸体在刑事案件中 他是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啊 是吧 你到最后啊 上了法庭 你就凭一个医院的诊断书 说是脑水肿 头皮水肿 脑扇气 有点那个脑出血 你就判定是个谋杀吗 对吧 你无法定罪啊 他需要一个法医的直接鉴定啊 那边教育局出的通知书写的是啥呀 拿哨把的棍 对吧 到后脑打了一下 轻的重的 是直接导致死亡的吗 还是打了一下 他又摔在地上了 还是其他同学又踩了几下 还是抓着头部往地上摁了 是吧 这些东西在刑事案件里边都是非常关键的证据 那么没等怎么样呢 到了医院了 一个被打死的孩子 你这个医院的医生张嘴就说脑死亡 器官捐了吧 是吧 你这个最轻的 往轻了说破坏刑事案件的证据 是吧 况且呢 这位孩子的父母啊 到最后上法庭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很艰难的局面 就是老王不是一个专业的行辩律师 就只要对方的律师 辩护律师提出了 我要全身的实检报告 商禅评定啊 既往病史之类的东西吧 你说你拿什么东西出来 是吧 刚才咱说了 后脑打一下 你心脏病突发了呢 对吧 你的真正死因是心脏病突发 这就不是谋杀了 所以你这么说是冷血 但是老王不专业 我都能想到那个层面去 你没有法医的一个专业的报告 你就给捐了 你再想去验肚子里空壳 对吧 你能验出啥来 那么你说这对父母 是吧 有些决定还是草率 还是被忽悠被骗了 这孩子就这么活活被打死 行凶的三个凶犯 本身就还在中国式的未成年罪犯 保护法的庇佑之下 那么本身就不会被判很重的刑罚 不会接受很严重的惩处 在这个同时 你又把这个很重要的证据毁灭了 对吧 那你说最后呢 这三个凶犯杀人犯 我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人家幸福快乐的生活着 自己的孩子白白被打死 是吧 到现在两个来月的坚持 人才两空 哎呀 一看到牵扯到孩子的事 老王这就很容易把自己带进去那种 不知道该怎么评论 但是如果换位思考的话 老王肯定会走上一个极端吧 学胡文海呀 学杨家呀 我感觉我是真忍不了这种事 好吧 今天这故事讲着讲着就讲的很沉重啊 但是随着伟大复兴的进程吧 全世界人民的人体器官移植中心已经建成 地狱升级为炼狱 以后这种事情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司空见惯 见怪不怪的事 就像咱们现在去听说新闻上报什么地儿 桥底下冬天冻死了两人 啊什么什么地儿搞强猜又打死了一个人 打残了几个人 是吧 哪里发生了警民的大联欢 对吧 啊 甚至哪里的发生了一起新能源电动车又着火了 又烧死多少人的事 好像都觉得 哎呀 都没什么新闻价值 你说我拿过来跟你们聊聊 哎呀哪儿又着火了 没人看 司空见惯 是吧 可能以后再 再有各种各样的挠死亡 然后被捐了的事 老王都提不起心情来聊了 大伙也不会觉得 哇 好惨烈呀 以后大伙听说这事就是 哎 又一个 对吧 又一个 倒霉了 啊 就这样吧 不会吧 你快挨打了 哈哈哈哈 你们就偷着乐吧 嗯 好 好 好